Hello 宝贝们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四只来自于意大利的纯手工包包 这四只包包其实非常特别 它虽然来自于同一个电商叫Murta 但是它其实是由意大利本土四家不同的PG店 由四位当地非常有名的手工匠人们亲手打造的 其实作为MawSense联合创始人 我一直希望MawSense能够整合更多的这些时尚讯息 像大家在搜索这些常见的熟知的这些品牌的时候 我们能够从全球这些电商当中帮大家对比价格 那么另一方面其实我也特别希望能够更多这些承载独立 特别的这些品牌或者精良产品的电商加入 那Murta就是其中的一个新电商加入到MawSense当中 我非常惊喜发现这个电商 为什么 其实它是由意大利土生土长的两个年轻人创立的一个电商 它意在的是发掘意大利本土的这些手工艺人们 把他们这些精良的产品展现在全球的这些shopper当中 那么其实作为我本人来说 我每次去欧洲旅行 可能跟他本人一样都是直奔那些名品店 或者我已知的那些品牌 很少在我不知道没有做功课或者没有当地向导的时候 能够去发掘当地的这些真正的好的历史悠久的这些做工精良的皮具店 或者这些皮包啊或者这些产品 所以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一个发掘新品啊 学习的一个过程 那么今天我从Marta上面挑选了四只做工精良的包包 尤其呢另外作为买手来说 我自己也特别希望去探究每一只包包背后的这些故事 所以今天呢我跟大家会一起分享 每一只包包背后的故事 还有我是如何去搭配它们的 那我们来看看第一只包 然后这一第一只包呢 我选择了一只棕色滑牛皮 然后它其实像一个半圆包哈 但是它很特别 它底下是这种螺旋结构的 然后它这个品牌 虽然就所有这些包包 都是我刚才提到这个Marta的这个电商 但它出自于意大利本土不同的这些皮具店 所以每只包包上面有它自己的这个皮具店 或者这个品牌的这个名字在这 然后这只包有黑色和棕色两个颜色 我选择了棕色 是因为我觉得在我夏天平时搭配的时候 跟我的这些棕色腰带啊 或者这个靴子啊 或者草帽能够更好的呼应 这只包其实有一点复古感觉 是因为其实这家就是 皮具店呢 它应该是1955年 就是在这个托斯卡纳 它是从它父亲那里面继承的这个手工作坊 已经得有60 65年了 对这个包里面 我觉得这个低子还是蛮有空间的 然后虽然这外面是用螺旋式的 当时我买的我非常好奇 它里面其实非常平整平滑的 有这些内侧内衬兜 然后它背后是用这种小扣子 然后把这个盖子扣上的 然后这个包包呢 它其实是这个肩带可以调节的 所以可以肩背或者斜胯 然后我呢还觉得它可以做这种 现在特别流行的这种腋下包 所以我就会把它在这个包里面绕一下 然后扣上之后呢 然后这个长度正好 就可以做一个这个腋下包 接下来这只包我也特别的喜欢 我觉得特别有夏天的感觉 特别应景 然后这个包我选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适合这种夏天的洋装啊 或者去野餐 非常需要这样一个竹篮包 它其实是柳条边的 我拿到以后 我觉得真的是不一样 就是它的手工制作的这些编织 就是处理的这些边角 就在我手摸上去的时候 完全是没有这种顿挫 或者刺滑的这种感觉 足够大 然后里面都塞满了这些纸 它因为是有自己的这个品牌嘛 所以还有了一个防身袋 然后它里面有一个 就是我说这个黄色的这个 织布的这个手感 非常的厚质 非常的好 然后里面其实还有一个侧兜 一个夹层的兜 可以放一些小的零碎 总体来说我都觉得这个包 很轻 但是质感非常的好 接下来这只包呢 也是一只小包 一个迷你包 我最近这一季啊 就确实确实比较喜欢这种 小小的包 但是虽然小呢 不是那种超级迷你的 平时出门的那些手机啊 小的笔记本啊 就是车钥匙什么的 都能放下零件包 还是挺实用的 然后这只包包呢 看着其实我觉得很时髦 然后它是这个 电光蓝色的亚纹牛皮 配的是银色五金 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是它这个竹节手柄 有一种很有趣的这种感觉 另外呢 这只包其实非常有历史 它是第三代传人 应该有64年的历史了 这家皮具店 Viviani 对 然后它是从爷爷那一代开始 他爷爷就是Gucci的高级技师 皮具的高级技师 传到他这儿 然后包包的底下的五金啊 然后包括这些钥匙的这些五金 都非常的漂亮 我觉得这个包呢 其实平时我用起来 一个刚才我跟你们说 非常的我觉得实用 并且它也是有这种链条在的 所以你肩背斜胯都可以 而且我觉得像这种 小小可爱的包包呢 是吧 可以传给女儿 接下来的这只包呢 其实我选它的时候 是因为被它的颜色吸引 是一只亚纹牛皮的橙黄色 配绿色 但是它又很特别 其实它这个包包中间 是拼的这个针丝 是这个橘黄色和绿色针丝的花纹 并且其实这个包非常的精致 它真的比它网站上的那个照片 食物要美很多 在这个包的油边 然后包括它的这个走线 是跟这个绿色绸缎 是一模一样的绿色 非常的精细 然后这个包呢 里面你们看 它也全部是用这个 橙黄和绿色这个拼接的图案 包括内侧 然后还有一个内侧的副兜在这块 特别的精美 你们能想到我们这个包 其实非常的年轻 它是2019年才创始的品牌 然后是一个很年轻的女生 然后它意在的是 结合这些经典和传统的 意大利的这些精髓 然后它里面配了有一个这个包袋 这个包袋也同样是像我给你们讲 这个绿色的油边和压线 然后所以很多功能 但又非常注意细节 我很喜欢 然后我选的是一个mini size 虽然它是mini size 但这个包包它整个的这个造型 就很宽在侧面 所以很能装 但是呢拎起来又非常的小巧轻便 好了 其实这期我从电商Marta上面挑选的 来自于意大利本土 四家不同的手工制纺的精品包包 那么其实在网站上面 有更多的选择供你们参考 希望你们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点赞和关注频道 我们下期见 拜拜